一个前面是迷你世界中的沙漠boss 沙虫 他会向我们人力进攻 并且吐出沙块 有很多小伙伴告诉我 沙虫只能吐出沙块 错 其实迷你世界中的沙虫 他还可以吐出激光 你们知道吗 众所周知 沙虫非常的强大 他是红色的 如果你见过他 请点一个萨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 每一只沙虫 他进攻的时候 都会在地上 有红色的圈 但是他并没有boss标志 很是奇怪 并且我们发现 沙虫神出鬼魔 会直接吃掉我们人类 在评论区中 投出6231 你将会知道 沙虫为什么要吃掉我们人类 并且我和学姐发现 击败沙虫以后 就会得到沙虫的武器 沙虫炮 但是这个沙虫 他刚才是用沙子 来进攻我们的 所以说 他的沙虫炮 只能用来发射细沙块 我们装上细沙块以后 就可以射出去 这个沙虫炮的威力 并不强大 今天我和学姐 发现了一个 超级强大威力的沙虫炮 它可以直接发射出去激光 你们没有看错 确实是激光 并且我们可以看到 是熊孩子拿在手中的 所以这是不是就可以证明 其实迷你世界中的沙虫 有一种是发射沙块的 而有一种沙虫 它是发射激光的 不然的话 迷你世界中的熊孩子 他的沙虫炮 是从哪里来的 你们知道了吗